花蓮社公所举办为期8天的购物马拉松花蓮观光好轻松活动 在25号晚间7点钟在远东百货花蓮店举行的抽奖仪式 为了感谢民众参与市长威嘉贤现场加码两台的iPad mini 让气氛在线告吵 刚明手表iPad Air 狗狗罗电动机车各种大奖好礼排排站 花蓮社公所办理为期8天的购物马拉松花蓮观光好轻松活动 25号晚间7点在远东百货花蓮店一楼H&M前广场举办抽奖 由市长威嘉贤与远东百货花蓮店长黄永芳 在公所政风人员的见证下依序抽出23个奖项 那我们这次办理购物马拉松花蓮观光好轻松的一个活动 也刺激了商圈的一个大力消费号 那我们从1月29号到2月23号也搭配了太平洋中国马拉松的一个人潮 一起来办理这样一个活动 那我们总计消费领到摩彩券的有15400张的一个摩彩券 那真的也很感谢所有配合的店家之外 还有很多消费的民众 那未来花蓮市公所也会持续办理各式各样有趣好玩的活动 而得奖名单及领奖讯息 从26号开始会在花蓮市公所网站及脸书进行公告 令会从3月1号开始陆续透过电话联络进行中奖通知 中奖人需出示身份证及摩彩纯跟联 以立后续活动小组查核 记者 徐立晴 花蓮市报导